灵儿小姐,不知道你那些做辣条的材料能不能卖点给我 不卖,我不缺钱,我家有矿 而且那个材料我自己也不多,才一万份都不到呢 听到这话,众人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那可是先帝吉耀才做的条料啊 即便是圣地都不一定能拿出多少 而眼前这小丫头一人就拥有今晚了 对了,你要买我这条料做什么 你该不会是想做辣条去卖吧 诶,事不相瞒,其实我之前也是先尊级强者 但某次在一个秘境抢夺机缘时 被我那聂徒萧活活给偷袭了 虽然侥幸逃脱,但也身受重伤,导致境界跌落 而且我那聂徒不仅霸占了我的家产 甚至还冲撞了他师母 说到这里,要劳已经气不成声 满湿泪水的脸上还夹杂着滔天愤怒 愤不得亲手将萧活活活皮抽筋 可是我听说您不是出身丹塔吗 难道丹塔就没有先帝药材卖吗 哎,您有所不知啊 自从我那聂徒从我这里抢走那份传承后 竟凭借着传承,一跃成为了丹塔的副塔主 不仅如此,他还下令让其他商会和宗门 都不得卖地级药材给我 否则就是与丹塔为敌 听到这话,几人恍然大悟 怪不得对方居然退出了丹塔 原来背后居然还有这样非常的经历 定,发布任务 选择一,无视药老的请求 拒绝售卖地级药材 任务奖励缩地乘寸服100张 选择二,尊老爱又帮助可怜的孤寡老人 奖励规则碎片 冰雪之心9999个 缩地乘寸服 这一听就是跑路用的吧 我楚灵儿可是铁头娃 会需要这种东西吗 而且9999跟100 小孩子都知道怎么选择吧 老爷爷,您确定要买地级药材吗 那可是很贵的哟 买,只要您卖,再贵我也买 我拼命给人炼丹几千年 积攒的物资酬劳 就为了换一株地级药材 恢复我的身体 听到这话 楚灵儿套示了一株银色小草 小草浑身还散发着一股强大的灵气与规则之力 您看看这个草行不行 我暂时就只有这个了 卧槽 这,这是地级荧光草 这玩意儿哪怕在地级里面都是靠钱的药材啊 行,太行了 灵儿小姐 您看看我手里这些资源 够换你这草啊 楚灵儿借过储物袋 瞄了一眼里面的物资 随后便喜笑颜开地将荧光草扔给药了 够了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草是你的了 几千年了 老夫终于有机会恢复了 灵儿小姐 请受老夫一拜 哎,别别别 您快起来 我爹爹说被老人跪拜会折兽的 你还是赶快疗伤吧 刚好我们在这里给你护法 药老点了点头 随后便盘盘坐下 毫不犹豫地将整颗草吞进了嘴 一阵咀嚼后 一股圣洁的气息从药老身上绽放 它那苍老的身体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恢复年轻 不愧是地级仙药啊 效果居然如此显著 只是不知道能不能觉醒 那传说中的银魂火啊 嗯,银魂火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种能对魂魄造成 巨大伤害的顶级火焰 也是唯一的高阶药火 但我也只是在补习中看到过 毕竟荧光草太过罕见 而且觉醒几率也很低 就在几人闲聊之时 要老也疗伤完整 身体也恢复到了40岁的萌养 境界也再次回到了先尊纪病 只不过没有出现奇迹 觉醒到灵活 多谢灵儿小姐给我心声 让我看到了一丝报酬的希望 大恩不言谢 以后你有任何吩咐 尽管开口 嗨,不用了 真有啥事 我爹会出手的 不过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们 就是这觉醒银魂火的机遇 大概是多少啊 哦,我曾听丹达达主提过一次 他说大概只有1%左右的机率吧 加上荧光草实在太稀罕 所以没人觉醒成功过 1%啊 那也不小了 我先磕个100株试试 银儿我别的不好 就是运气好 一定能成 说完 楚灵儿小手一挥 便拿出一大堆荧光草 然后就往底里塞去 看到这一幕 要老几人直接惊掉了下巴 直到楚灵儿砍了500多根荧光草以后 身上才燃烧起了盛结的白色火 败家女 十足的败家女 580根 整整580根啊 就为了觉醒银魂火 你竟然浪费了580根荧光草 老夫道歇裂开了 谁说不是呢 真是最毒不忍心啊 猪心猪得太狠了 嘿嘿 我就说我能觉醒成功吧 现在就容我来试试威力吧 说完 楚灵儿小手一挥 凝聚出一个白火球砰向打发 炙热的火焰直接沾前方的空间 都湮灭成了飞龟 形成了一片空间黑洞 看到这一幕 药牢与卫生巾倒吸一口容器 不愧为低药火 这威力 哪怕先则挨上一下也够呛吧 而且据我所知 这银魂火 还能随着使用者实力增强而变强啊 看着二人羡慕的眼神 楚灵儿满意的将火焰收了起来 随后又疑惑地看向了卫生巾 对了书生 你为啥一直跟着我呀 你不用去摆摊了吗 还是说你也要买什么药 本来我是一路寻宝来的 可宝没寻到 却遇见了你这个小富婆 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你咯 俗话说得好吗 只要富婆把握住 连夜搬进大别墅 听到这话 楚灵儿疑了 等一下 你刚说我是什么来着 一 一座宝山 不是 后面一句 小富婆 没想到灵儿我藏得这么深 居然还是被你发现了 就冲你这眼力尽 这根辣条送给你了 看到眼前的辣条 卫生巾洗出望外 果然跟着富婆走 有吃有喝有没求 对了灵儿小姐 不知你为何要拿霸体宗 那一尊雕塑呢 当然是为了开你说的后裔神宫了 不然我拿来供起来吗 这后裔雕塑里藏神宫 也不过是传说而已 为了这个传说我也开了不少雕像 但是别说后裔宫了 后裔毛都没看到一根 才不是传说呢 后裔神宫就在我要来的 在这个雕塑里面 听到这话 要老和卫生巾相试一眼 随后二人纷纷爆发出发 怎么可能 我开了数百个雕像都没有 你这一个就能开到神宫 要是今天你真能开到神宫 我俩愿意当场倒立打播 好 希望你俩一会可别反悔哦 说完 楚灵儿从那界里拿出后裔雕像 随后抡起拳头 一拳砸在了后裔的雕像上 随着雕像裂开 一把金色的长弓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看到这一幕 众人心里猛的一跳 不敢置信地瞪起了眼睛 博曹 不会吧 这怎么可能 九龙缠身 加上这原谷的气息 没有错 这绝对就是后裔神功了 哈哈 怎么样 我就说这里面有功吧 你们输了 快倒立打播 听到这话 要老二人相识意 胡笑连连 哪怕心里很难为情 也还是保持倒立姿态 强人不信 哦 你他妈今天吃爸爸了吗 好臭啊 滚 老子还没嫌你臭呢 没想到 今日我居然栽在一个老头嘴里 还不是你压的乱说话 乱保证 我他妈哪知道 灵儿小姐真能找到后裔功 对了 敢问灵儿小姐 您到底怎么知晓里面有功的 当然是凭本事发现的了 不过我不能告诉你 听到这话 卫生巾内心一动 没想到这丫头 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 若是自己能把这寻宝的技能学会 岂不是走哪都能找到宝贝 灵儿小姐 你看这功都坏成这样了 恐怕拉一下险就会蹦成两段 要不然你把这功高价卖给我怎样 哼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你别想忽悠我 这功虽然坏了 但修补一下就可以用了呀 修补 这功可是地级巅峰神器 哪怕我弟弟 堂堂气垫店主都说过不可能修复 而且灵儿小姐你又不会建树 拿着这功也没用啊 还不如高价卖给我 我出三万极品零金 怎么样 不卖 贵贱不卖 而且我爹爹绝对可以修复好神功的 至于你说的建树 大不了我让我爹教我就行了 多大点事 我现在就给我爹爹传音 让他给我修复神功 教我建树 弄